今天咱们做一个 咱卤菜的串通名菜 想给鱼去鳞 您做这道菜做了多少年了 我同时 孙世这个行业已经近30年了 这个菜是您自己创新的吗 这个做法就会 应该是我自己创新的了 李叔说 今天做的这道菜 造型尤为关键 去掉鱼鳍 修剪鱼尾 接下来从鱼的背部开刀 将整条鱼分为两半 呈现出漂亮的蝴蝶形状 在这个过程中 不能切断鱼身 否则这道菜还没开始做 就已经宣告失败了 你看一条鱼骨 然后还有去除了鱼骨的鸭嘴鱼 真的处理得特别地干净 做一下简单的改刀 便于入味 现在咱们需要盐子一下 加入料酒 胡椒粉 盐 姜葱 稍加腌制 去腥提味 接下来咱们要拍粉 以我化妆的手法 这么 对吗 你先撒上就行了 先多撒 多撒一点 多撒一点 先多撒一点 连头上都要撒 拍好淀粉 再裹上鸡蛋液 鱼入油锅炸制 淀粉和鸡蛋液 能让鱼在炸制过程中 快速定型 还能让其口感变得更好 看炸好的这个鱼 金灿灿的 而且因为我们是从背部给它开的刀 所以它两边背的肉翘起来了 更好看的像蝴蝶一样 很漂亮 那这一步之后是不是应该烧鱼了 不 咱们不叫烧 不叫烧 叫塌 什么是塌 塌 是咱们卤菜的一种独特的烹饪方法 这个塌 我还得看看您是怎么做的 我才知道是什么样 它是鲁菜中一种传统的烹饪技法 它是将煎炸与微靠等法复合而成 葱姜呛锅 再加入少量清水 盐 胡椒粉 旺火烧开 小火塌 收进汤汁 使汤汁完全吸收到鱼肉内 达到主料酥 软 嫩 味醇厚的目的 可以看到现在的肉质 与第一次非常的不同 哇 它把那个刚刚汤汁的味道 全都吸收进去了 对 这个绝嘴鱼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 依旧没有用上我们去割的 韭菜 肉馅什么的 你别急 我现在就做 韭菜切成细末备用 猪肉馅下锅煸炒出香味 老抽提色 再下入当地特产的八宝豆豉提味 而小米辣的加入 则让馅料瞬间火辣了起来 最后 韭菜入锅 简单翻炒后 往它好的鱼身上一浇 锅它蝴蝶鱼 就算制作完成了 鱼身上一项